和平 和睦 合作 共识 共享 共赢 东北亚博览会专题广播 听众朋友 9号下午2点在东北亚博览会5号展馆 韩国食品产业协会的展位上 吉林天井食品有限公司与韩国国家食品产业园 举办了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仙式 双方就进一步合作发展 达成了最初的意向 明年吉林的玉米生加工产品有望落户韩国 请听乡村广播记者戴婷的报道 签署仪式上 双方互助欢迎词 并一同观看了吉林天井食品有限公司 和韩国国家食品产业园的宣传片 据介绍 韩国国家食品产业园 是由韩国农林续产食品部支援的国家级大型项目 将于明年正式施工 建成后将为投资方带来世界一流的技术服务 和优秀的投资环境 这次在东北阿博览会上 他们选定吉林天井食品有限公司 希望能促成合作 给吉林玉米带来新的市场 韩国食品产业协会产业振兴理事李基植介绍说 韩国市场现在非常需要玉米 因为玉米在韩国不仅可以变成食品加工 然后还可以做饲料 还可以做糖 还可以做很多方面的一些作为加工原料 所以需求量非常大 吉林省的话玉米种植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么多玉米那个企业当中 天井食品又是比较领先的一个食品企业 所以说如果到韩国来进行玉米加工的话 它那个产品不仅可以在韩国全国内进行销售 也可以通过那个非常便利的销售渠道 可以输出到其他国家对企业的发展 都是一个很有帮助的 韩国国家食品产业园区坐落在韩国益山市 它处于首尔与釜山之间 机场 港口 铁路 公路等交通便利 为投资方进入世界食品市场提供了更方便的通道 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 韩国益山方面将为吉林天井食品有限公司 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和支援 韩国益山市政府科长林汉景 希望这一次的签约 也可以对吉林天井食品的一个公司 有一个更大的帮助 接下来的话 这个天井食品有限公司将会被受邀到韩国去实地考察 就看一下这个食品产业园区 到底是一个建设的情况 然后明年6月份开始 就有很多其他企业正式入住了 当然吉林天井食品有限公司也会入住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 吉林天井食品有限公司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绿色健康安全的玉米主题食品 现已有6大类200多个品种 这次在东北亚博览会 能和韩国国家食品产业园牵手合作 也为吉林玉米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吉林天井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陈立光 我们双方准备联合就天井玉米的食品 在韩国的生产销售问题 今天达成了一个意向性协议 应该这个效果很好 这次博览会我们有新的收获 这次博览会我们有新的收获